脚部有肌炎和老卷是严重的问题吗? 那要看这些肌炎和老卷是怎样形成,以及在身体的哪个部位。 我们的皮肤经常长老卷作为保护层,这是一种自然的方法以保护皮肤免受伤害。 某些职业或运动可能造成手掌或脚底上长出老卷。 就算没有过度行走,我们的脚底也会长出老卷。 这有可能是由于我们的腿长不均或行走姿势所造成的。 患者在家可以通过化学药物,也可以用剃刀自己刮掉死皮以减少或去除老卷和肌炎。 许多酸性产品通过燃烧和损坏肌炎以达到去除的目的。 可是这样同时也损伤肌炎周围正常健康的皮肤。 长期使用下来会留下疤痕。 这些肌炎和老卷的自我疗法长期下来会导致皮肤状况的恶化。 药物烧伤、破皮或皮肤炎。 老卷和肌炎的形成是有分阶段的。 通常老卷或肌炎的形成是先由身体某个部位的皮肤变厚, 而这种变厚的老皮是为了保护这个部位所受到的反复摩擦和压力而产生的。 从皮肤变成干燥的厚皮,逐渐再变成老卷,最后形成肌炎。 对于老卷和肌炎,必须治疗问题的根本,因为如果治标不治本,很有可能复发。 常见的原因是脚底层骨骼受到压力,或是脚部受到过度摩擦。 为了永久解决肌炎和老卷,逐科医师必须纠正骨骼,而不光是去除皮肤表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